有200多人受到了轻重伤 花莲地院日前呢 裁定包商李一祥60万元交报 移工华文浩五保停止积压 检方不服提出了抗告 结果在刚刚出炉了 带您来关心 高等法院花莲分院是在昨天 裁定撤销原处分 花莲地院在今天重开积压庭 裁定主行李一祥延长积压 而华文浩继续执行积压